大家好,欢迎到爱妈咪的频道 玄奘在洛阳净土寺学习 在这里奠定了佛学的观念、思想 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讲13岁前的玄奘大师 他曾经提出了一个问题 人能不能在这世成佛 成佛是在当世还是遥远的未来 在学朝末年天下大乱 洛阳沦为战场民不聊生 很多人都远避他乡 隋阳帝已失人心,天下大乱 地城长安与河南洛阳 几乎已经变成了贼寇的巢穴 衣冠礼仪尽私 更谈不上学法修道 大业13年,西元617年 李渊起义抗随 而自李四明与随军和王师冲作战中 多次率军走洛阳山南 勤出古道迂回包抄洛阳 经过玄奘所在的净土寺 其间净土寺对李四明军队有很多的帮助 而且救过李四明的命 因而也和玄奘有机会解有 在隔年618年 唐高主李渊称帝 建立唐朝号武德 在武德九年的时候 唐高主 照令全国废除佛道 洛阳仅保留士官各一所 其余全部废除 净土寺、扫灵士都在废除之列 因为这个原因 玄奘与二哥、长杰法师 就离开了净土寺 到长安游学区了 其间因为玄武门兵变以后 李四明登基即位 为唐太宗 改为征官年 此时因为李四明正忙于军国大事 他没有时间接见玄奘 玄奘大师和长杰两位法师来京以后 不免大师所望 于是想起 隋阳帝曾经在东都建立了四大道场 照天下的民僧去居住的事 但因隋末国乱 供养亭子 多半的高僧游住四川 能知佛法的人 亦多集中在四川 贞观元年的时候 长安一带因为受到严重的 双暴灾害 所以朝廷颁布了 灾民可随风就时 因此 玄奘大师跟长杰法师 商量了以后 这里没有佛法 怎能虚度时光 那玄奘就借此机会 混在灾民的队伍中 经子无骨 入汉穿寿叶 往成都求法 到了成都 此地法宴更胜 玄奘大师和他的哥哥到处的听法 在二三年间已旧通诸布 这时天下饥荒马乱 只有蜀中安静 所以四方高僧云集 教授佛法的人很多 讲座之下常有数百人 玄奘大师理智才高 不在诸身之下 各地闻风而亲旺的人 颇不少数 而后玄奘在成都的大慈寺 受据足解 学律五篇七句 玄奘大师在大慈寺 正式成为比丘 到了战火烧定的时候 他会再返长安 习饭与胡语 亲近各处讲言 开座讲席 届时 玄奘大师会游学十余年 学基础从风火云游中奠定 喜欢听玄奘大师故事的朋友们 欢迎订阅和分享 感谢您的收听 拜拜